字幕提供 早安大家 我約了10點要去刮沙 登山運動剪輯影片 占我生活的很大比例 難免因為姿勢不正確伸展不夠的受傷 聽到刮沙師說身體的傷 沙會知道 就引發我的好奇心藏在爬山跑步的我 究竟有什麼傷 我的沙圖又當怎樣 而透過沙圖 居然還能看出一個人的性格 說你的個性其實是很硬的 另外一種是卡到這種東西 偏頭痛的話 刮這 這個的話是你的心肺的功能 負重 卑重 就這邊會酸進去哦 今天刮沙師會從肩頸 背要胸 一路刮到大腿 小腿 腳背 想知道登山運動後 如何透過自己刮沙 促進血液的循環 提高身體收復力 就一起看下去吧 好 我現在已經著裝完成了 在我身後就是今天我們的刮沙師 也是物理治療師 慧君 嗨 大家好 我是慧君 柯柯你現在覺得如何 柯柯有一點卡金屬的疼痛 現在是不會到痛 有點卡卡的 再來因為我們背包包常常都會比較 博背的 對 包含我平常打電腦 是不是有點這樣說 剪輯的關係 也想要順便幫觀眾問 如果在山上我們有中暑 頭痛的話 我可不可以擠瓜莎來解 還是其實是不建議的 偏頭痛啊 其實會跟脖子前面會比較有關係 包含說你勒中 所以整個中路會往後勒 一個往後然後一頭往前 所以你的脖子前面就會變得很緊 其實都跟我們的脖子是有關係的 等一下我會先把你整條脊椎 都先處理好 因為包含負重其實腰的部分 也是會受傷 我來塗的是專業的刮沙油 它的摩擦係數才能夠讓我們的沙 就是我們的傷浮出來 我們不是硬刮 是我們跟其他人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頸椎開始 這邊的話其實也會張冠睡眠 然後包含我們的姿勢 現在已經出來了 要呈現鮮紅燥熱 我想的還要再 激烈一點比較深層 我現在幫你用的是日常保健款的刮沙盤 它比較薄 柯柯的脖子超硬的 是肌肉的那種硬 因為我們通常會去分 就是到底是肌肉啊 還是是筋膜啊 肌肉的硬 是肌肉的硬 欸你會超多殺欸 代表肌肉沒有彈性 相對沒有彈性 很緊繃 長期的用力 用力不見得是很大的用力 像持續性 很ㄍㄧㄥ在那邊 對對對持續性背很重的包包 持續性打電腦滑手機 上班族應該都是很傷對不對 背看起來還好吧 上面是比較鮮紅 到下面的時候開始有我們的黑點沙 帶一點青跟黑的 這邊是我們的旋轉肌群 負重 背重 拉重 就這邊 而且它會酸進去喔 它是有肌肉的女人 好的肌肉是有彈性 但是這個有點硬 哇 等一下這個 很深對不對 都是很硬的肌肉 你今天應該會很好睡 哇 靠到骨頭 蠻痛的欸 因為這邊是我們的尖峰鎖骨關節 背重的地方這邊有一個黑珠沙 是比較不一樣的沙 欸你的身體也是非常精彩 蛤 怎麼會這麼黑啊 我不覺得你是會想要去放鬆的人 蛤 怎麼說 你好像就一直focus是把事情做好 然後真的做完了之後你就想說 那我下一次又要登哪一座山 沒有focus在自己身體上面 欸這是真的欸 包含說吃飯啊 你是愛吃的人嗎 可以不吃也可以吃的人 就是還好嘛 就是吃對你來講是可有可無 哇連刮沙都可以看出一個人的 因為這個沙就是沒在保養的沙 你要把專注力回歸到自己的身體 然後你要想到保養這件事情 它是走腹交感 就是你要很放鬆 但是你的沙看起來是 你很少再放鬆 因為這邊很黑 你又要做那麼多事情 所以代表說你的個性其實是很硬的 然後你又會偏頭痛 偏頭痛跟脖子前側有關 除了一來是背重物以外 也是比較容易緊張焦慮的類型 剛剛其實有聊天 喜歡山多過於很多 覺得山很純淨 然後很安靜 很療癒 也是那種遠離成小 那也就是說 其實面對人這件事情對你來講 會讓你感到 那個舒服的狀態是不一樣的 在山裡面你會比較舒服 我覺得 怎樣 我已經講得太好了 身體不會騙人 刮沙是我的株式圈 別人如何刮這個人 我都可以回推這個刮的人的性格 刮沙是的性格 跟被刮的人的性格 這邊也是很痛 因為這邊就跟剛剛講的 悲重有關 忍耐喔 那邊肌肉有點咬死住你的關係 那這邊全部都帶黑竹沙 很酸喔 你有沙的地方就是會有血圓會比較暢通 這邊斷掉 血流上不去 但是你其實沒有很明顯的富貴包 所以就代表的是背包包的那個轉折 有影響是他往上就是頭部 你的思考其實會變不彈性 然後後來會越來越慢 其實是因為身體的養分不夠 這個的話是你的心肺的功能 上面這邊還是有白 可是你上面是痘痘 那痘痘片右邊的話 這邊的反射區是肺部嘛 所以這個地方是他沒有辦法膨脹的很好 但是在左下這邊這一坨 一來是你有拉傷 然後二來是左邊會伸不下去 右邊是無法擴展的很好 但左邊是下不去 你可以呼吸看看 應該會相對好很多 我覺得有差耶 明顯肩比較可以 比較沒有那麼被鎖住的感覺 對對對 因為這邊的肌肉放掉 我們接下來看到你的下半部 腰的顏色以上半身偏暗一點點 就代表說你的養分沒有下來的很好 對 因為從肩胛骨往下的話 以穴道來講的話 肝膽脾胃就往下 所以在這個地方 其實你的消化或包含剛剛的椅子 就是你沒有很care的吃 有時候我們太忙 或是太focus在事情的時候 就會忘記人 而第一個被忘記的 其實是自己 對 不是別人 身體是結果 沒有經歷過這些事情 那你就不會有這個結果 那你為什麼會選擇經歷過這件事情 還是跟你的性格有關 然後其實命就是你的性格 對 什麼樣的性格 就會導致你會有什麼樣的命運 你很瘦 所以我現在都是用 就是我們的日常保健款 刮牌就可以了 比較薄的那一款 對 哇 很痛對不對 然後等一下會幫你塗一點 我們的肉砂油 血血管會好一點 我是蠻推薦如果我在登山 而且是那種負重的人的話 就真的要 定期的保養一下 從你後面的沙圖上來看 其實你的身體 其實也沒有到很順 然後因為久坐的關係 你這邊剛好呈現 三角形的沙圖 其實你的活動度沒有很好 也有可能跟 為什麼你右邊的卡進術 會比較不舒服的原因 登山是有一定的斜度 然後你又負重 所以你寬曲 那種抬起來的角度 其實要有一定 前面是心肺嘛 有點像是你對外 嗯 的形象 下半部的話 比較像是你自己 沉浸下來 因為吃飯啊 或什麼都是走腹交感 你一個人進下來的時候 思緒也是蠻很痛的 一直太痛太痛 所以如果我在山上 頭痛的話 可能可以 是可以 休息的時候 是會有建築物的嗎 如果會有風一直吹的話 我可能會建議用按 如果用刮的 怕之後又會著涼 真的偏頭痛的話 刮這裡 會讓你放鬆 一定要把重物拿掉 重物拿掉之後 這邊 就是往外刮 啊你可以隔著衣服刮 那個偏頭痛比較相關 因為在這邊的肌肉 有我們的胸鎖鎖肚肌 跟斜角肌 那它 當它有所謂的肌痛點 叫 trigger point 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 放射的疼痛 會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邊會跟偏頭痛 是有關係 哇 這就真的要刮出來了 我這個是背中 哇耳朵很痛 對耳朵跟一個人的思考有關 我好像整個被摸透 看透了一樣 被刮透了 對 哇 然後這邊就比較危險 大家不要學 一樣手 肩關節 飛重 這邊就胸悶的那種 但你這邊有受傷啊 這邊好輕喔 旁邊是不是紫色 然後中間是紅色 好 前面比較痛 前面是你的外在防禦 防禦開比較強 又比較不相信人 所以才往山裡去 我等一下會幫你刮一下額頭 眼神其實偏無神 對 無神有兩種 一種是中暑 另外一種是卡到長動神 你也有可能卡到長動神 天啊我沒有預設 今天太多資訊 開運也都是刮這地方 那因為要開運的關係 我們都是嚇往上刮 要忍耐一下 你講話的聲音本身是有底氣 通常那種無神 講話的尾音會是虛聲 虛聲的 對但你不是 如果說那種先天無神才會是偏向虛一點 但是那個我們都刮完之後眼神會回來 又更何況是你 這邊也會痛 會 這邊是比較痛嗎 對對對 喔這邊比較痛一點 這邊的話是比較偏向理性腦袋 會用這樣去分辨一個人的理性與感性 然後哪邊用了多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刮一下柯柯的腳 超硬 就是沒在放鬆的腳 先用我們的刮沙油打底 整個菜硬的 脹的 你沒有在伸展或者是拉筋做的 確實 它捏出的地方在外側 然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放鬆一下 平常在山裡面你總會坐著休息嘛 那你就可以帶著我們的刮盤 然後要厚的這一款 教你怎麼自己刮 腳其實是我們的脾胃消化到的延伸 平常沒有辦法好好吃飯 或者是消化到排泄 不是說那麼暢通的人 都可以透過刮腳 透過筋駝去挑 接下來拿刮沙盤 先踩掌面式拿法 然後就放上去之後呢就上下 就上下刮 對 就是你哪邊痠痛哪邊刮 只有器具沒有學習的話 你可以這樣 好好拿 對很好拿 然後下面也是 你都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清純就好 所以你會發現說 就一點點紅嘛對不對 那這樣就可以了 不要刮到粗殺 因為下半身粗殺之後 通常隔天可能會整片瘀青 如果說你是在家的話 就塗油 然後再加上柔砂油 會讓他的血血量會更好 這樣你的小腿是很緊繃的上刮 對 就瘦小腿 對然後跟放鬆 沉重也好啊 攀怕也好啊 其實小腿用了蠻多密度 然後另外呢 可以去處理你的腳筋 好那為什麼要處理腳筋 在登山的時候 你的腳其實是會這樣抓穩 因為你會想要把路給踩穩 像柯柯你的腳筋就蠻明顯的 建議是使用薄的 我們可以先上網下刮 然後這個會超痛 對對對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還是要定期去放 因為當你的本體感覺 欸你不知道你踩在哪裡 你就會很容易會跌倒 對 會翻船啊 對啊 哇 很痛喔 哇這也超痛 再來也可以用刮金盤 因為我們剛剛是刮骨凸處嘛 對 那這個是刮骨凸與骨凸之間的骨縫 然後像韌帶啊 這邊也可以專門針對韌帶 謝謝 這就是很常扭到的地方 經過一個小時 全身都被刮透了 雖然過程中很痠痛 但刮完真的是很舒服 很想睡覺 你覺得刮完怎麼樣餓透 視線比較可以激動 比較可以聚焦 那你會建議 新手他要嘗試體驗 會選哪一個比較好 習慣刮沙的人 可以試試看日常保健款 那如果說你平常沒有刮沙習慣 可是你想要有一個東西 可以自我保健的 或者是在工作的時候 會偷偏緊 想要自己刮 那你就會用五筒 我們也會幫大家再搭一個套組 會有防撞保 因為刮沙盤怕破 那當然一定都會有我們的刮沙油 像剛剛我想要讓柯柯比較舒眠 就會用功能油 就是舒眠油 那如果你平常壓力很大 那我們就會用舒壓油 那如果你是想要讓鞋子喜歡更好的話 那我們就會搭配我們的揉沙油一起使用 然後我們刮完沙如果有出沙 你就要回去熱敷跟按摩 或者是使用揉沙油去揉 刮的出來是代表血量夠 可是你要退得好 那才是你代謝的真本事 從剛剛這樣子刮來看 我覺得肩頸 我們的下半身 其實都還滿適合大家學習的 那我會再把產品的資訊連結放在下面 如果你想要體驗 刮沙的這個療程的話 其實MGA也有全省服務 可以上網去做預約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謝謝蕙君 感謝可可 那我們下星期見見 掰掰 因為對的